嗨 大家好 那么这一期课我们来进行这些塑胶材质的一个讲解 那么在当前这个工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有这个 连接器 那么这些连接器还有这些电线 包括这个转线头 然后还有这些夹子啊 全部都是采用一个塑胶材质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CCD 那么我们首先来建立这边的这些电线 还有这个连接器的一个材质 那么我们直接双击一个材质球 然后在这边 我们把它的一个颜色 稍微改成一个偏黑色的 然后在反射里面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种 塑胶材质 那么这种塑胶材质啊 它的一个反射还有高光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在这边啊 我们看到 它现在采用的默认高光啊 是一个bling的一个传统的模式 那么我要它的一个高光啊 更加明显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 选中它 把这个高光改成farm的一个模式 那么我们注意这个预览图啊 当我们改成farm之后 哎 那么这个高光啊 就会更加的明显一点啊 它就不会像 bling的模式啊 把这个高光扩散的那么开 好 我们改成这个farm模式之后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要给它添加一点点的反射 所以在这边给它添加一个backman 那么添加这个backman之后啊 它现在这个反射非常非常强烈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降低它的一个反射的强度 好 但是我们降低这个反射强度之后啊 我们在这边看到啊 它现在并不像是一个塑胶的材质啊 所以我们不用在这边操作啊 我们把它 落到下面来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fineer 直接给它添加一个绝缘体 那么绝缘体这个就是一个塑胶了 那么塑胶的 一个fineer的一个默认自带的一个折射率 好 那么我们看到啊 这样子我们就非常方便的制作出一个塑胶的材质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它给到我们这个电线 然后还有给到我们的这个连接器 好 那么我们现在建立好这样的一个塑胶材质 接下来我们要建立这个 二转一转线头的一个材质啊 那么同样的按住它 Ctrl 复制一份 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 我们稍微修改一下它的一个颜色 好 让它改成一个偏灰色的一个颜色 我们接下来这个转线头啊 它的一个反射不需要这么强烈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 让它的这个 反射强度降低一点点 同时我们增加它的一个除烧度 好 我们通过这个预览图来 大概的感受一下 那么把它的这个 反射度再降低一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材质给到我们这个 转线头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制作这个 夹纸的一个材质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夹纸的材质啊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 透明的 所以在这边我们新建一个材质球 把它挪到这边 关闭它的一个颜色 开启它的一个透明 那么我们开启透明之后啊 第一时间 习惯性的把它的一个亮度 从百分百稍微降低一点点 好 接下来我们在这边 给它引用一个 预测的一个透明度 那么我们在这边选择一个 塑料 好 接下来我们 我们让它稍微有一些颜色的偏向 让它 吸收这个深灰色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深灰色 这个颜色会比较的深 所以我们在这边 增加它的这个吸收距离 改成200 好 那么让它稍微有一些颜色的吸收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边让它的这个模糊度 增加一点 10% 好 然后在反射这边 我们来看看啊 那么 其实这个材质 我们在对它的一个反射 基本不用怎么调整了 我们可以在透明度里面稍微的 让它的这个反射 降低一点点 呈现出一种塑胶的一个感觉 好 那么大致我们调好之后 我们就把它 给到我们这个夹子 好 这时候我们按 Shift加R 渲氧一下 我们来整张图进行一个渲氧 好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夹子啊 它现在就已经是呈现出一种 磨砂感的一个 透明的一个感觉 还有在这边的这个 转线头 那么现在啊 唯一的就是我们这些线材 还有这个连接器啊 跟我们的这个效果啊 感觉不大一样 因为我们在这边的这个线啊 它的一个高光还有反射啊 都是比较的明显的 那么我们在这边啊为了 制作出这种钢琴烤漆的一个质感了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继续来修改一下 我们选中它 然后看一下 我们把它的一个 飞尼尔 那么在这边 我们要让它的这个钢琴烤漆啊 更加明显 也就是说让它的反射更加明显 那么我们在 这个飞尼尔里面啊 我们可以增加折射率 把它改成 1.7 好 那么看到啊 在这个预览图里面 我们把它改成1.7之后 它这个反射明显就增强了 那么我们 把它稍微再降低一点点 1.6 好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 Shift加R 选一下 好 可以看到啊 当我们把折射率增高之后 那么它现在这个感觉就好很多了 那么这个是修改前的 那么这个是修改后的 我们前后对比一下这一块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效果就制作出来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最麻烦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 透明的磨砂的塑胶材质啊 它可以把里面的这个发光的灯式啊 显示出来 好 那么在这边我们把这个 夹子的材质 我们关闭掉 把这个 夹子的材质按Compute键 拖拽出来 在它的一个基础上进行修改 首先我们调整一下它的一个透明度 我们把它的一个吸收颜色 改回白色 好不要让它 有任何的一个色彩偏向 然后默认的这个距离也改回来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让它的这个模糊度 继续增加 20% 好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这个反射图层 同样的调整它的一个透明度 那么让它的首先让它的这个反射不要这么强烈 因为我们这个是完全磨砂的一个透明度啊 所以让它的这个反射 降的比较低 接下来我们在这边这个粗糙度也可以给它增加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 看到在这个预览图里面就有一种磨砂的一个透明的感觉 那么我们直接把它拖拽 给到我们的这个 连接器上面的这个 塑胶 那么接下来我们按 Alt加R 选中一个渲染区域 那么Alt加R这个是一个交互式的一个渲染区域啊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预览图上面进行移动 还可以对它进行 扩大 那么我们把它 盖住我们当前的这个 预览图我们这个塑胶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滑块 来调整它的一个质量 把它推到最高 那么就是一个最高质量的一个渲染 好 那这时候啊 我们选中这个区域之后 我们可以按 渲染区域 在这个渲染区域里面啊 我们点击这个小按钮 然后把刚才的这个交互区域 可以直接 复制过来 好 这时候我们按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这个图片查看器里面啊 就仅仅会 渲染出我们这一块的区域 那么其他的区域就不会被渲染出来了 那这样子啊 我们就可以非常方便的 仅仅只观察这一块我们想调整的这个区域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大致的制作出这种塑胶的一个感觉了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啊 它里面的这种啊 透明的磨砂感啊 我们还没有很完美的一个展现出来啊 所以在这边啊 我们要选中这个材质 在这边给它开启个发光通道 开启发光通道之后 给它加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材质的一个效果 那么就是赤表面散射 好在这边我们添加了赤表面散射之后 点击进去 那么什么叫做赤表面散射 我们点击看看它里面的预置啊 那么像是苹果 肌肉 奶油 然后还有皮肤 我们人类的皮肤啊 那么这些全都是属于赤表面散射里面的一个类型 那么这种赤表面散射啊 实际上我们看上去 它是有一种微微的半透明的一个感觉 那如果我们呢 在它背后啊 打上一个背观灯 那么它就可以 这些光线啊 都可以穿透过去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赤表面散射 那么我们给它添加了赤表面散射 之后 我们在这边为了让这个赤表面散射啊 更加明显一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添加 那么在这边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赤表面散射啊 我们通常是 加载在这个发光通道的 好 当我们添加了赤表面散射之后 我们在这边啊 就看到它有这种 更加明显的这种 透明的一个感觉 我们把它关闭 开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 Shift加R 选一下 那么这个是没有添加赤表面散射的 那么现在我们是添加了赤表面散射 那么现在我们这种透明的塑胶感觉啊 就非常的明显了 所以啊 当前的这个塑胶材质啊 我们是需要给它添加上这个赤表面散射的一个材质 好 那么关于这个塑胶材质的一个讲解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节课啊 就给大家讲解啊 如何调整这种紧身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我们下一节课再见